嗨 我是寶可夢 信用卡很好用沒有錯 但是銀行致富的秘密 就是這個信用卡循環利率 這個15%到底要怎麼算呢 今天帶你來想一想 到底什麼是循環信用利息呢 就是消費的當下 你不用付錢給廠商 那你還可以拿到 這個所謂的紅利點數 或者是現金回饋 但是呢如果你沒有在下個月呢 準時把錢還給銀行的部分 你就要繳這個循環信用利息啦 到底循環利率怎麼計算呢 最主要有四個項目 你一定要去注意喔 第一個就是這個消費日期 那消費日期就是比如說 今天12月1號我刷卡刷下去 這個日期呢 就是銀行的這個所謂的消費日 那第二個日期的部分呢 叫做入账日 入账日的意思就是說 你12月1號消費 但是呢廠商12月3號跟銀行勤款 所以就是銀行的電款日 這就是所謂的入账日的部分 也就是說利息會從這一天開始做計算 那第三個是結帳日 結帳日的話通常都是 比如說每個月的月中或月底 像12月15號就是我的結帳日 那麼15號之後呢 我這個款項結帳出來之後 我就要去把它繳掉 第四個呢是這個所謂的繳款截止日 繳款截止日通常會在你的結帳日之後 大概兩周左右 如果我是12月15號結帳 那麼我的繳款結帳日大概是12月31號 所以你有兩個禮拜的時間可以去籌錢喔 錢瞅一瞅之後呢就要把錢還掉了 如果你超過繳款截止日 沒有繳錢的部分 你的錢就會開始計算這個循環信用利息 了解上面的四個日期之後呢 我們來算算看這個循環利率怎麼計算喔 那寶可夢呢向銀行呢 申請了一張信用卡 那他的結帳日呢是31號 繳款截止日是15號喔 那我在12月5號刷了10萬元 好但該筆金額呢是在12月7號入帳 那麼在月底12月31號結帳的時候呢 我收到的帳單我要繳10萬塊錢喔 那本期最低應繳呢 十分之一 所以你只要繳1萬塊錢就好了 啊寶可夢沒有那麼多錢可以繳卡費怎麼辦 那我就先繳1萬塊錢好了 好那我們這些前面的這個敘述都已經跟大家說明之後呢 我們先來算一下 假如我在1月15號只繳1萬塊錢的部分 剩下的9萬塊錢呢會怎麼滾出循環信用利息 好那這個循環信用利息的計算是以這個所謂的入帳日來算喔 那寶可夢是在12月7號這比10萬塊的款項進帳 所以是12月7號計算到我的繳款截止日1月15號這段時間 所以這段時間算起來大概是有40天的時間 所以這40天的利率呢就是會是10萬塊錢扣掉我已經支付了1萬塊錢之後呢 就是9萬元乘以15%的循環信用利息 再乘以365分之40 那這樣的數字算出來之後呢 你會發現這個數字是1479元 哇1479元的利息真的是非常的高喔 也就是說呢 寶可夢在2月15號要繳的錢呢 是本金9萬塊錢 再加上1479元的利息 所以就是91479 那如果你每次都只繳最低音腳進了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啊 你就會發現一個狀況喔 就是我們上面的畫面呢是比較簡單的跟你講說 你每個月只繳最低音腳 而且沒有做額外的消費 但如果你有做其他的消費的部分 那是不是你的本金會越滾越多呢 甚至你還有做大筆的分期 大筆的分期它的分期付款的每一期 也會算進去你的最低音腳金額 所以你的本金變多了 你的利息要繳的錢 每一期最低音腳也要繳很多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就會造成你永遠都繳不完的情形啊 所以這個就是信用卡循環信用利息非常恐怖的地方 還過了一個月 你自己本金呢繳一萬塊錢 但是呢利息就多了一千四百多塊錢 如果你連最低音腳金額都繳不出來 那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我直接跟你講喔 就是每個月的15號會被收額外的預期至納金 那這個地方呢就是違約費 那最少一個月是300 如果我第二個月還是繳不出最低音腳 我就會被再多收400 那第三個月呢會被多收500 連續三個月300、400、500 所以你要特別注意喔 就是不管如何 為了自己的信用著想 一定要繳足最低音腳金額 不然你還會再多被罰錢啊 我們常常跟大家講說 富利的切惡法則是我們 就是財富增長的關鍵秘訣嘛 但是其實把它用在這個循環信用利息也是一樣喔 你看喔 銀行跟我們就是收15% 它多久它的那個本金可以翻一倍 我們簡單計算一下 也就是說你的本金都沒有還的情況之下呢 比如說寶可夢10萬塊錢 在4.8年之後呢 它就會變成20萬的這個負債喔 所以我覺得銀行靠這個賺錢 真的是他們致富的秘密了 聽了寶可夢這一集之後 你一定知道喔 銀行跟你講的那八個字 謹慎理財信用至上真的很重要 因為你只要一不小心 你就會掉進去這個 所謂的富利的泥浪裡面 但是呢 賺錢的是銀行 賺錢的是你啦 理得才知道 每天跟你分享一則 超實用的理財廟方 喜歡我們的節目 別忘了訂閱LINE today 並且按讚分享給你身邊的親友 錯過了怎麼辦 沒關係 打開LINE today的理財欄目 所有的影片都在這裡囉 今天ities 微別忘了 兩會 Kait